圣经鸟看 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 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 救世主一切的美善 皆由此书传给我们 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 以鸟看的方式介绍圣经 也愿您有敞开的心 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开始进入列王纪上下的鸟看 列王纪上下在原文西伯来文十一卷书 我们就一同来鸟看 在进入列王纪之前 首先我们要指出以色列人的历史书 显著的点 乃是以预表的方式详细的描绘 我们新约的信徒该如何经历基督 做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帝 做我们的份 首先约书要给我们看见 如何取得战友并守住美帝的路 然后事实纪路德纪 撒末尔纪上下这些卷书给我们看见一些人 在得了美帝为一页之后 如何留在美帝上并享受美帝 那么现在我们还需要列王纪上下 给我们看见更多的人如何留意并享受美帝 列王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 是在最高的水平上享受美帝 他们预表新约的信徒蒙神拯救 为要享受基督做他们的美帝 达到做王的水平 两卷列王纪所描绘的图画 详细的记述大威王之后 治理以色列的诸王 他们的性格 他们的存心 他们的爱好 他们的习惯 他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行动 这样一幅图画指明 我们的琐事 我们的愿望 我们的意图 以及我们如何行事为人 都与我们留在基督里 有份于他一切 追测不尽 只丰富做我们的享受 有极大的关系 这幅关于以色列人的图画 结束于一个悲剧 就是列王虽然被摆在 君王之分的蒙福情形里 却对神不忠信 也不妥善地顾到他们的基业 以致失去了美帝 并被掳到败偶像的世界 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 这对我们应该是严肃的警示和警戒 我们若在以上所提的任何事上错了 就会失去做我们享受的基督 这里我们要指出列王纪的中心思想 是神在他的经论中 在行政上 对付地上神圣君王之分 因列王所受的破坏与败坏 以及神公正对付的悲惨结果 就是做神国在地上基地的圣地被丢失 以及维持基督家谱这条线的圣民被掳去 纳地遭毁坏 以及圣民被掳去 几乎终结了把基督带到人性里所需要的两条线 但是根据马太福音一章一纸十七节的家谱 甚至经过被掳 这两条线仍然持续着 因着神主宰的权柄 使被掳的人归回 为要恢复美帝 并保存基督的家谱十四代 这样神仍然完成了他的心意 在他的三意里将他自己带到人性里 并建立他属灵的国 列王记的头两章是大卫的晚年和崩世 然后从后面开始就给我们看见 所罗门作王 所罗门的历史 所以我们想从两段来总结这个列王记 首先第一段就是所罗门的历史 然后呢就是列王的历史 从所罗门的历史我们看见什么呢 我们积极的一面 看见所罗门作王是神莫大的怜悯 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 所罗门是出于一个消极的背景 他是大卫 与他所谋杀的赫人乌利亚的妻 所生的儿子所罗门 神赦免了他 神赐给他这个儿子 可见神是蛮有怜悯的 而且所罗门作王在积极的一面 看见所罗门作王期间 神赐给他广大的智慧 极其超越的智慧 神两次向所罗门显现 而且所罗门为神建造一个圣殿 在所罗门的时代 神在地上得着一个永久的居所 固定的居所 就是一个辉煌的圣殿 大卫和所罗门这头两位王 是基督两方面重要的预表 首先大卫预表基督复活以前 在地上受苦的一遍 基督从出生就开始受苦 他的一生开始与地位卑微的马槽 结束于他的十字架 马槽和十字架是他受苦一生的两端 大卫也是自幼就受苦 但借着受苦他预备了材料 得着建造圣殿的正确立场 建造者所罗门和所有帮助者 第二呢 所罗门预表基督说智慧的话 建造造会做神的殿 并在神的国和神国的威荣里得荣耀 所以所罗门在两方面预表基督 他说智慧的话 并且为神建造圣殿 关于所罗门说智慧的话 在《猎王纪》上第四章29节 这里说 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极大的聪明和宽广的心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一切东方人的智慧 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比万人更有智慧 比伊斯拉人的伊探 并哥 马哥 马赫人 儿子西曼 雅加 雅哥 达达 更有智慧 他的名声传扬在四位的列国 他说真言三千句 他的诗歌有一千零五首 他讲论草木 自礼拔论的香薄树 直到墙上长出的牛旗草 又讲论走兽 飞鸟 爬物 和鱼 从万民中 从地上一切听见 所罗门智慧的智慧的君王那里 都有人来听他智慧的话 从这段的描述 你看见 所罗门是一个知误学家 也是个动物学家 是一个诗人 也是一个哲学家 然而呢 所罗门的智慧完全是在物质的范围里 没有一点属灵的成分 他的智慧与保罗的智慧截然不同 保罗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 论到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照着灵 形式为人 以及二灵 神的灵和人的灵 所罗门的智慧是要来自真智慧的影儿 真正的智慧那是神 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 基督又成了我们的智慧 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于神示意 并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 与神一世一样 这是何等的智慧 这是关于第一点 所罗门在说智慧的话 这一面预表基督 第二面 所罗门为神建造一个辉煌的圣殿 这个圣殿预表基督 建造造造会 做神的殿 做神在地上的居所 这件事 何等的讨神的喜悦 以致在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之后 神再次向所罗门显现 在《猎王记》上底八章 所罗门献殿的祷告里 所罗门为各种的情形祷告 讲到神的选民 在各种的情形下 在这个殿里 向着这个殿 向神祷告 特别是在四十八节 他说 他们若在被摟掠 他们之仇敌的地 全心全魂归向你 又向着自己的地 就是你说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和你所选择的城 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 向你祷告 在这里呢 他强调三件事 强调他们圣民的祷告 圣地 圣城和圣殿 圣地预表基督 做神分给信徒的份 圣城预表在基督里神的国 圣殿 表征神在地上的家 这是关乎神经轮的 三件宗教的事 当神的选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单一里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向着圣地 圣城和圣殿祷告 这里呢 就指明 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向着神 永远的经伦理的目标 就是基督 神的国 和神的家使 神必得挺我们的祷告 这意思是说 不论我们为谁祷告 我们的祷告 都该是对准神的权益 就是对准基督和赵会 那么在所罗门完成圣殿的建造 宪殿的祷告之后 神又一次向他显现 所以这可以说是 所罗门做王 所罗门历史中的巅峰 高峰 很可悲的是 所罗门堕落了 虽然神赐给他那么大的智慧 他为神建造了圣殿 在宪殿的时候 有那么高超的祷告 而且神两次向他显现 然而呢 他后来仍然堕落的 他的堕落是因为他冲爱了 许多的匪病 许多的外邦女子 这些外邦的女子 也有他犯罪 也有他败偶像 导致神对他的审判 神对他的惩治 《猎王记》上第十一章 记述所罗门的堕落 第一节说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就是摩雅女子 雅门女子 以东女子 希顿女子 赫人女子 论到这些国民 耶和华曾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到他们中间去 他们也不可到你们中间来 因为他们必是你们的心偏离 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却爱恋这些国的女子 所罗门有匪七百 都是公主 还有病三百 这些匪聘 使他的心偏离了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他的匪聘 使他的心偏离 去随从别神 他的心就不像他父亲大卫的心那样 完全向着耶和华 他的神 所罗门 随从西顿的女神 亚斯塔路 和亚门人的可赠之物 米勒公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 抗为恶的事 不像他父亲大卫那样 专吸跟随耶和华 所罗门为摩雅的可赠之物 基墨 和亚门人的可赠之物 摩洛 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 建筑秋坛 他为所有向自己的神 烧香献祭的外邦匪聘 也是这样行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 因为他的心 掀离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曾两次向他显现 并曾为这事吩咐他 不可随从别神 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耶和华对所罗门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遵守我所吩咐 你所守的约和律列 我必将你的国撕去 赐给你的臣仆 然而 因着你父亲大卫的言故 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 我必从你儿子手中将国撕去 只是我不将全国从你撕去 我要因我仆人大卫 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 将一个支帕留给你的儿子 所以这就是所罗门历史的 可悲的结局 所罗门的堕落 在于他放纵情欲 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在于他离习两次向他显现的神 在于他受他所宠爱 外邦女子引诱去敬拜外邦的偶像 结果呢 导致神的诚挚 结果呢 导致他国度的分裂 和大部分国度的失去 这该是我们一个严肃的警告 严肃的警戒 这该是我们的警告